我猜你一定没见过这么难杀的小猫 开局就因为头太大卡住了 送去医院剖腹产才捡回一命 出生后没几天 又因为鼻尸堵住了鼻孔 差点窒息 只好又送回医院抢救 作为重点照顾对象的她 一个月时又袭击了 炮枕悲壮冠状三种病 差点就回了苗星老家 磕磕绊绊地活到了断难 刚松了一口气 她又感染了猫血 变成了一个小兔子 好不容易活到了六个月 猫船腹又找上了她 再次可能真不行了 奇迹不会每次都发生 奇迹 你就是我们的奇迹啊 有你这榜一大姐的知识 这病咱们必须得治好 在医生精湛的医术加持下 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就是咱家这钱包伤都不轻了 医生都太玩笑说 碌碌撑起了医院的半壁江山 所以家人们 如果不想养猫当冤大头 被医院送横幅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地给猫咪们 上一份支付宝的宠物保险吧 而且他们合作的定点医院 都是被筛查过的 给她选的是三万宝额这档 宝额一万五的小病倒是够用 大病单次只能包一千五就头痛了 所以还是选了个档次高的 每年还有次体检疫苗和吃虫 省下来的钱 可以在医保商船上 给她买一些爱吃的 都是医保优惠价便宜不少 毕竟遭了这么多罪 最希望的还是她能身体健康 这肯定得好好补补呀 看着这个脆皮小猫 终于进化成命运版了 还真是我命由我 不由天